打电话报警的是患者的同事 根据他的介绍 就在五分钟前 他的一名同事在午饭后准备休息时 突然出现了昏迷 呕吐等情况 接到救援任务 沈阳急救中心 黄姑分中心 王林急救组 立即赶往现场 立即赶往现场 立即进 立即进 Philadelphia 蹄 blew 火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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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时 患者正坐在工厂的椅子上 满头大汗 表情十分痛苦 根据他描述的情况 急救医生王林立刻紧张起来 经过检查 患者的情况很不稳定 医生决定先将他台上救护车再进行检查 事发后 患者的同事第一时间通知了患者的儿子 刚才怎么回事 他就是不得去 我都迷糊 刚才是搁这块干活呢 干活呢 就干了一口吧 出了一口呢 出了一口 好 你是不是家族了 坐脚椅一个吧 坐这 他平时有啥病 没病啊 没病啊 没尝过呗 根据患者儿子的介绍 患者平时的身体一向很好 从没出现过今天这样的情况 他们对今天的遭遇也感到很意外 此时 医生王林立刻开始对患者进行检查 全劲费劲吗 我费劲 全脱后费劲吗 哪儿不得劲啊 啊 就是有点 这个有点 像不可吃点 这儿啊 对 那我吃啥的 吃个点 哪儿呢 辣肚子吗 没有 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检查 所以家人也不知道患者究竟患上了什么病 但是根据患者出现的症状 医生王林判断 患者很可能出现了某种心脑血管疾病 康师血压高 公血管都不太好 你是不是也没检查过呀 也没检查过 脑袋迷糊 你那里头有味儿吗 那里头有味儿吗 干活儿 你带活儿 里头有味儿吗 不是 帮你帮你帮你 进来医院长也有病毒 这有病毒 对 是不是血压是 病毒 血压高啊 188 104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医生还在对患者进行各项检查 并时刻监护着他的生命体征 而此时 患者的血压值很高 必须马上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施量 发点疫情啊 好 别让你什么医院没查过呀 对 没查过 没有 可能我平时发过没发现 他还喝外酒 嗯 你手抬一下来我看一下 你扶着看我 你手 这手呢 重一下来 你腿动呀 是 腿都紧了 什么样的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啊 好了 啊那他当天检查是什么病啊 血压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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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